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极拳》第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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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第三段的第一组 首先我们学习指当锤 指当锤 锤就是我们所说的拳 我们平时也叫锤 所以在做的时候 指当的时候是往下打 往下打的 斜下往打 是对方的腹部以下 好 先让同学做一下示范 我们看一下 好 从独立拖掌 好 注意一下 我们前面要有一个过渡 好 同学再来 要有一个过渡 什么过渡呢 拖掌以后 这个拖掌以后 要先上步 然后再向上打拳 然后它才有 太极拳柔和的这种感觉 要有一个过渡的这种 我们再来 再做一下 独立拖掌 好 好 先下来 对 再往前 好的 打拳的时候呢 拳力点在你的拳面 因为是向前打的 假如说这个动作 做的时候 我们对方再打过来一拳 我打开 这一拳要打到对方 腹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手要搂开 搂开对方 把对方的拳打开 然后另一拳呢 直接直击对方的裆部 可以用力打 打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做野马分钟 野马分钟呢 是阳太拳的野马分钟 分就是打开 从上一式 指挡锤开始 指挡锤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抱球这个走的 这个野马分钟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分的劲 要有个分的劲 那么练拳的时候呢 一定要柔和 动作要柔和 好 下面我们叫同学 做一下示范 好 从指挡锤 好 打开 抱球 然后上步 手分开以后 这个手的高度呢 要高于肩 要高于肩 力点呢 在你小臂的外侧 东西 后腿蹬直 下手呢 后手这个地方呢 应该在你的胯侧 所以要做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才能显出一种圆润来 这样的动作呢 才符合胎育拳的一个要求 我们这个分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一个在 在实战当中 也是要分手 要打开的一个动作 好 比如说同学在这个 在座的时候 这个手在这里走 这个手呢 是在这里 你看上步的时候 会上到对方这里 然后啪 靠着去了 啪就出去了 如果说在侧面的时候 也可以 几个方面都可以做 但是呢 这是一种做法 就是分手 啪 出去 也可以打 也可以靠 接下来我们学习海底针 海底针和下一个动作 闪通背 都是无视态一拳的动作 那么无视态拳的练习呢 和前面阳视态拳有所区别 从一马分钟开始 手下来以后 这个手过来 你看海底针在这里下去 好 同学来做一下示范 好 从一马分钟 一马分钟动作 好 下手向前 下手向前 然后过来走 穿下去 这是个钉步穿下去 另一个手呢 护到你的脸侧 护到你的腮侧这个地方 下手向下穿 好 就这个动作 如果我们在运用当中 也是可以的 是什么意思呢 可以这个手下捋它 你看 上下捋 上下捋的时候 对方一用力 哎 你看 穿就起来了 如果说对方 拿住你 抓住你的时候 也是可以的 你看 手往下走 往下走 对方拎起来 都是可以 所以那个动作呢 一定要有个下 下的过程 才有上上走的劲儿 所以那个蹲的时候 要蹲下 这个手呢 是护着你的 别人进攻的一个手法 好 接下来我们做 闪通背 闪通背呢 也是无视台拳的动作 闪通背 从海底针 海底针起来以后 这个手拖起来以后 这个脚跟先上 上了以后呢 这个手要 哎 上前推 和阳式台一拳动作 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手呢 是斜的 啊 斜前方 然后把它挺起来 哎 这样一个做 好 我们让同学 做一下示范 来 从海底针下来 好 起 手拖着你的 臂的下侧 往前推 往前拖过去 脚跟着地 起来以后 这个臂呢 要称弧形 你看 这么弧形的 这个手要上架 啊 那么推出去的 用弧口这个地方 斜向前 下面呢 是马步 哎 马步 这样一个动作 眼睛要通过这个 向前 啊 这个地方 你看 胸 臂 啊 都是圆的 哎 这个动作是这样子 好 这个组呢 在练习当中 大家要注意 它的几个扣分点 比如说 公步的时候 啊 公步楼掌 你这个地方呢 要协调背后 公步 要向前攻 还不可以超出脚尖 后腿呢 要蹬直 前腿要打过来 啊 这是 啊 这是一个扣分点的地方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要注意 还有一个就是野马分钟 野马分钟 抱球以后 这个动作要 你看 要协调配合 啊 就是做动作的时候 你不能够太僵硬 配合呢 要和你下面的动作 和你的腿法 要配合起来 啊 统一 看上去呢 非常柔和的一个动作 好 公步的要求呢 也是一样的 啊 公步要求 不能超出脚尖 不能太跪 跪膝 啊 后腿也不能弯曲 所以那个腿上的时候 要注意 啊 要注意 分开的动作 哎 要放好 啊 只当锤 落步 身体保持中正 马步圆当胎胯 驾推掌 力打掌根 端正严密 柔化细腻 就是这样的动作 就像一个人一样的动作 就是这样的动作 来说 这个动作 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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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动被结束以后 手走的时候 这个手只是把它拿过来 放在你的大腿的内侧 手心向外 旋转手心向外 实际上在实战当中就是一个格挡 好 同学来做一下示范 马步的时候要蹲下 这个地方要蹲下 虎口要斜向前 从这开始 好 来 走 这个动作过来以后 就在你的大腿的内侧 你看 掌心这样 正好是隔住对方来的 或者来腿 是一个化解对方的一个力量 上里来 上手就在你的额前上方拖起 脚下是一个钉步 钉步 你的左腿是不动的 右腿过来是个钉步 接下来我们学习白鹤亮翅 白鹤亮翅仍然是孙世泰拳的动作 孙世泰拳讲究的是架高 不活 动作比较简洁 好 我们从最后一试的做的时候 看 这个手在钉步的时候 手拿起来 上步 然后往前推出 这个动作就完了 所以呢 做的时候呢 非常简单 但是呢 你必须要把它的这种柔和和动作的配合做好 好 我们叫同学来做一下 手一上一下 上步 好 这时候呢要注意是脚跟 是脚跟先上 脚尖翘起 前腿自然伸直 重心在后推 然后上手下落 落到胸前 然后往前 再推 这样推出去 这个推出去以后掌心冲前 手指向上 臂呢是自然的弧度 不要伸直 不要伸直 这两个腿呢是小马步 身体呢保持中正 好 好 我们继续学习 下一个动作 后插腿低势平衡 好 请同学做一下示范 上试结束以后 好 合手 手打开 腿从后面插过来 慢慢驱蹲 两腿是交叉的 后腿呢 脚尖要勾着 蹬开 手打开 然后 回去 站起来 独立 摆掌 好 那么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教练员可以做一些 辅助性的练习 比如说 可以做一些 拉着对方的手 拉着对方的手 可以先做一些驱蹲 然后 让他对这个 插腿的这种平衡 保持一种感觉 然后再去练习 下面的动作 可以增加你的腿部力量 然后起来 再来 然后呢 在练习当中 再来 再来下蹲 拉住他 让他有一点支撑的力量 然后感觉 那个腿再蹬出去 好 再来 好 这样做的时候呢 要多做几遍 然后腿的腿部力量 和你的柔韧性 慢慢的增加了以后 才可以往下做些 再来 提手上市 右脚内收与左掌上举 右掌百收协调配合 上下相嘴 舒展圆火 白鹤亮翅 两掌前推 力打掌根 推掌与根部协调一致 敏捷自然 转换灵活 后插腿 低势平衡 插出腿 脚不可触地 支撑腿 大腿低于水平 手不可伏按支撑腿 朋友们 第三套 国际武术竞赛套路 太极拳 第三段 讲解完毕 我们下次再见